中国足球的出路到底在哪里,难道只有靠他们,六月份以来,时隔四年的世界杯,再次燃爆全球人民的热情,一提到世界杯,不得不说国人球迷心中的伤啊,那就是中国男足,最近,网上段子手调侃道,高球退役了,中国足球一千多年没缓过进来,作为足球的起源地,中国男足的成绩,的确让人很无语。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说,除了中国足球队,该来的中国人都来了,语气颇显无奈,其实大家都在关注男足的时候,却忽略了中国女足这一只金国红颜,四月份的时候,紫光阁官微爆出,中国女足成为首支杀入2019年法国世界杯的球队,正是女足有敢拼敢抢的精神,有至高无上的荣誉感, 才让女足队员们拿到了世界杯亚军的最好成绩,这让男足勤和以堪,男足的脸往哪里放? 国人应该都还记得,2016年8月21日,中国女排姑娘们顽强拼搏,艰难的拿下礼日奥运会女排冠军的那一刻吧? 很多人都哭了,女排精神感动了所有中国人,我泱泱中华在三大球上,难道都必须靠金国红颜来保留颜面吗? 十几亿人找不出十亿个能把球踢好的吗? 我想不是,可能有人会说主要是体制问题,但是想想我们的近铃朝鲜队,都两次入围世界杯, 可能还会有人说,我们国家足球群众基础不如人家,我想说,一个33万人的冰岛,都能挽虐国足,我们人口都是他们的好,多倍, 最关键的还是男足们缺少国家荣誉感,缺乏女排精神,缺乏亮剑精神,怕受伤,怕耽误在职业赛场上赚钱,成天就是豪车,美女,抽烟喝酒烫头泡酒吧, 这样的一支队众怎么可能拿出好成绩,国足应该要好好反省了,不要让球迷们渐行渐远,不要过着厚脸皮的生活,否则如何对得起千万年心和祖国人民的期待。